欢迎收看每年达超级乐八点 谁先谁 好 不好意思 请问你想做点什么 干嘛 没有 我觉得这个黑灯杀火的 一个小姐站在这里特别不安全 而且你体积又那么庞大 对啊 我在保护她的安全 哦 这样 其实我跟她认识 这位先生我觉得你真的很无聊 就是因为无聊我才跟你说话 可是我不是个无聊的人 所以我不想跟你说话 请你留一点一点 同志 我是个无聊的人 跟我说话 但是我现在有人说话了 我不无聊了 她不想跟你说话 一个小姐如果在不想跟你说话的时候呢 请不要 你怎么知道她不想跟我说话 她刚才告诉你了 什么时候告诉我的 刚才 你没有听见吗 从这个 哦 我知道 我在告诉你一声 我不是个无聊的人 所以我不想跟你说话 请你留一点 听见没有 她不想跟你说话 哦 不要眼耳道理好不好 我看今天这个手已经管定了是吗 对啊 从你今天这个装饰 我就知道来者不善 她是你男朋友 你认识她吗 对啊 他就是我男朋友啊 OK啊 这样子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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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么样吗 你还英雄救美是吧 我不是英雄 但是我今天就要救这个美 哇 好有气质哦 这位先生 我知道你是好心想要帮我 但是我看他这个驾驶还蛮危险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他身上都是 打进去就陷阱进去没有关系 你确定你可以吗 没有关系 我确定 你不能因为见到老师女生 哦 我还能拉老师女生 哦 我还能拉老师女生 怎么让他记得了 我忽然觉得这个是 谁是 这边要跟着 干嘛 你们这些都欺负人手是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多力量大 哇 你记得了吗 刚才我还在那边说 你不要忘记我怎么样 没有 这个让我知道 这个社会才是好人比较多的 没有 我觉得最帅的一句话就是 李茂说的那句 我不是英雄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救这个妹妹 哇 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 美丽的感觉 再说一遍这个台词 冲着前面最亮的那个灯 哇 最亮那个灯 上面灯 那个红色的灯 不好笑 李茂 要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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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英雄救美哦 我不是英雄 但是我一定要救这个美 哇 哇 好多电力 但是我跟妳讲 后期我们帮妳做那个 光滑那种事 智商欲合就是要光滑 可是我们在一起想想 如果生活中有一帮人 帮这哥们救这女的 这人不一定是好人 对 好人要干嘛 最后很令人走了这的 小妹妹 其实她也是坏人是吗 其实刚才何老师就在我在演的时候 我忽然回头看见一帮黑鸭的人过来 我以为你们找我吗 今天都自己也是黑鸭鸭 礼貌的魅力我们感受到了 来掌声 好 接下来呢是到我们这个雪阳才子的部分 你之前有学过什么乐器吗 之前是四岁就 妈妈就带我去那种 提琴班学习小提琴 四岁就小提琴 然后呢还有别的乐器 然后后面就是在学校里面学了其他像 吉他 吉他 然后像架子鼓 架子鼓 然后中国花鼓 贝斯 什么贝斯 大伯贝斯 六种 六种哦 六种也是 天呐 你的童年期盼上都是在上课 就每天我们在房间里面就看到 没有自己空间 每天在房间里看到什么 就看到雪阳就整天就 比如说小提琴拉完之后 换 换吉他 你创作一般是用什么来创作啊 应该是用吉他 用吉他来创作 但是你其实花时间最长的是小提琴 小提琴 对 学了多少年 呃 从四岁到现在 四岁呢 四岁 哦 十年了哈 哦 他说小提琴是说 你一天不练 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 师傅知道 手声 对 三天不练 地球人都知道 我觉得乐器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就是你 全部离手取不离口 乐器是一天不练 你就会觉得手声 是的 是的 对对对 那你上一次拉小提琴是什么时候 呃 录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哦呦 哎呦 是哦 诶那今天我们表演一段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诶 有小提琴吗 好的 ㅋㅋ 亦 诃 小提琴 4 赚 path by bwd6 就是看到了每个人呢都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才艺但是集合到一起就是我们大家喜爱的励志天团智商丽合而且呢之前在韩国经受那么长时间的集训我们看到是有成绩的都有很大的进步 再次口号 提高气好不好 大家好 我们是Chop Convite智商丽合 好 在等下节目当中的智商丽合还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待会见 待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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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心中的年华堂 甜蜜的梦想 有你世界都变老 就算天快亮 能不能就这样 自由的去游荡 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 许下的愿望 在哈喽之后我们难免会彷徨 爱总会是在梦中的风险 跳起围墙 谁需要的坚强 不退让不绝望 有时用灯弹慢慢代替了感想 需要吹风触摸一些红香地亮 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 将风一吹就拿着烛光慢慢点亮 未来的时光 用我的肩膀 快乐舞台引爆全民娱乐的超级狂潮 这是张扬个性的舞台 这是展示才艺的圣地 只要你有年轻的心 只要你想展现完美的自己 赶快拨打暴敏热线吧 得到三位评审的首肯 还有丰富多档的神秘大奖 等你拿哦 还等什么呢 赶快来暴敏参加吧